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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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 我覺得叉燒飯 如果叉燒熱一點就好一點 原來有洞位 原來它會有洞位 有洞味 這便可以了 肉質好 我真的覺得叉燒 那些叉燒 的肉質好 醬汁也不錯,我也很喜歡 整體 都可以吃 不過我再說一句 我覺得沒有多少肥位 的叉燒 又不是瘦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也半肥瘦 應該是半肥瘦 肉質好 有興趣 有興趣,來試試吧 在柴灣的 說到這裏,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好,歡迎來到 Tony Jern Transported Life 來到 柴灣東的新巴士駐站 以前在 以前在 以前在舊車廠 中華,即是中巴車廠 對面的 現在搬了都是附近的 都可以 都是搬回一個 我想是一個暫時位 和大家說一下這條特別路線 開到十點鐘 很誇張 682boy 由柴灣東去水泉澳 其實是14年開的 開罷的原因 最簡單,水泉澳開,那時候入火 第二件事 當然也很簡單 可以想到 就是 建基於 682行鞭皮 第一城鞭皮 深入不到圓州角 那些位置 會否服務一條路線 去服務賣 富豪 圓州角的第一城 那些內裡的居民 再加上水泉澳 真的 說到第一城 好像今年才開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好像說到今年才開 出現 好像說到第一城 那樣 不要緊 既然都開了 那 還有 三月薄 當然 我又不覺得 很深入到三月薄 因為始終都是 你說月明一定不會 不過 那些人都會 可能都會回答一下 那 那 這條路線 就這樣開辦 那 很大膽 開到十點鐘 打算做半泉日 姿態 到底 是不是真的可以 那 那 那我們今天就 做這條路線的評價 好吧 那我今天搭這班車 就 2月10號 8點38分 夜晚8點38 那 8點38 8點8開 半個小時是一班 那 到現在 我還不太明白 為何要開到夜晚10點 夜晚10點 夜晚10點 真的這麼高 客量 真的這麼高 這麼有信心 這件事 走 是 是 一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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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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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